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表姐 欢迎来到我的新家 我已经搬家搬来一个多月了 然后也有非常多的朋友来我家 举办过脑房的party 但是因为之前没有一次 特别完整的跟大家介绍过我新家 还有因为搬家时候刚好赶上双11 因为这个新家购置了很多的这些物品 所以大家可能很期待我 这次搬家都为家里购置了什么 哪些好用哪些不好用 到底发一个一开始不那么进 我新意的房子 现在收拾到我还算满意的程度 我都做了些什么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我现在面对着的是我家的房门 然后直接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一个部分 最开始这是个白墙 然后我买了一块软木板 然后洗了大概110张照片 整个非常满意 就是上面都是我爱的人 还有一些可能还没来得及洗 可能之后还会有一些新的增加 下面这个这是一个鞋棍 然后上面可以放一些 你看这就是我刚进屋之后放的包 然后这是我昨天去抓娜娜抓的 这三个丸子摆在一起叫三角链 我这次其实家具买了好几件都很便宜 对于租房的话来讲我觉得够用了 但是如果真正自己家里的话还是不建议的 像这个鞋棍是我买的所有家具里头最贵的 才花了240好像是 然后它上面是一个抽屉盒 放一些平时学手用的东西 然后下面就都是鞋了 这个鞋棍有一点不太好的是 正常的这样竖着放进去门关不上 所以只能这么横着放 然后我就把日常最近穿的鞋 会放在这个鞋棍里 下层上的鞋都会放在阳台的一个柜子里 这一架非常好用 我特别满意 这个是在上一架的时候就买了 然后从那边拆过来又重新装的 上周的时候大学你们来对吧 这才掉了 可能一边装师傅没给我装好 我徒手自己给修好了 所以我用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工具箱 然后这边就是一进门有一个这样一个抽屉 这个是我上十一买的 冰箱帽定制款的这个化妆刷的套装 还把其他一些什么眉笔 眼线笔放进去 这个都是以前的抽屉盒 我现在要求我自己每天出门之前必须要喷香水 昨天要求的 今天第一天就忘记了 然后这个是我装过镜的眼镜盒 还挺好用的 这边应该没有什么新购置的东西 打物间 对 那就让我们直接来到我的右手边 请随我来量的厨房好吗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这次每个人来我家看的这个都很满意 也都觉得很好 就是一个这样的架子 它是不用打孔了 这个是粘的 按理说应该就是在装这个板之前 把这个辅助贴给取掉 用热毛巾去这个敷 然后拿掉 但是太麻烦了 我觉得还无所谓了 它这个都是这样挂上的 这个随便的调换位置 而且它非常的结实 我给两个放菜板 然后下面是放所有的这个铲子 少你洗完了之后就可以直接挂上 然后还有这边是放的这个刀架 还有筷子 这个刀也是我今年新买的 我去年在那个川岛屋买的那套黑色的刀 一开始非常的快 但是大概过了两个月时间了 就开始不太好用了 我买一套刀的时候 他送了我一个磨刀石 还行这啥嘎事 后来过了不到两个月 我就知道这个磨刀石太有用了 我一直用磨刀石坚持着 然后这次川石伊又去买一套 这个好像是九阳粉的 这是什么沙利滴啊什么之类的 联名的 它只有三个 一个菜刀 一个西餐刀 一个这个水果刀 还挺好用 够了 这个就是上一套刀里头 我唯一留着的一个 下面这个是筷子 它勺子 这样洗完之后直接放上去 也非常好用 这样它就把我整个的这个台面 就是台面的柜子比较少 放东西比较少 所以就把它节省出来 然后这个部分呢 就是原来就有的了 把它挪在这儿了 然后这个呢 就是暂时不用 没得放 不知道放哪儿 我挂这儿 不是我精心设计的 随意为止 对随意为止 先把它放这儿 以后看看有什么现在安排了 然后 哇 这是阳台 因为之前的啤酒都放在冰箱里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天气 这个厨房阳台还挺凉的 然后啤酒放在这里也挺凉的 所以就干脆都把它摆在这里了 然后这是我的洗碗机 我家大价 真正的大价 这个柜子也和鞋棍一起买的 这个柜子其实不太好 你看啊 这个抽屉有一问题就是 你使劲拉 它就掉出来了 这里的放的都是蒜盒 看这个是为了喝蛋白粉 我自己买的这个摇摇杯 然后这个就是刚才这一套刀的 那个刀架 好可爱啊 小黄鸭的 这个都是我的 为了健身买的 这个是保温蒜盒 跟餐的 餐盒我发现 一定都没有 真的 这个是汤圆送给我的 那个保温蒜盒 它外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分层的保温盒 就是插电的 汤圆我俩商量的很好 说可以早上在家把饭什么的都装好 然后拿到公司 直接放那个保温蒜盒里 想的挺好 但是今天我直接把锅带到公司 因为我都是水煮嘛 也很方便 我就把菜什么都在家收拾好 洗好切好 然后到公司 该吃饭的时候 拿那个小锅一水煮 还很方便 吃的还很新鲜 好 今天的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单身的女孩子一定要看 这个就是双心一百 我之前跟大家介绍的多功能电动螺丝刀 非常的好用 就我刚才那些墙上的植物价要钻螺丝的 都是用这个用的 以前的时候我经常比如说装螺丝装上 就会发现装反了 然后再费死劲的再把个凝 它再重新装就非常累 这个你发现装反了 最后这个放下线马上出来了 找到了做工匠活的乐趣 然后这个就是从宜家买的工具箱锤子 就我修那个植架 刚刚它吊入植架 光光往里打 哎哟太好用了 就非常轻巧 配套很齐全 钳子 多头都给这一看 它给你配着好多的头 帆子 这是墙面修面膏和墙面修骨膝 就是家里你这个白墙 比如说我挂饭的时候 就把它给碰黑了 就用这个就可以了 哇 或者是比如说你凿那个眼儿打孔 然后就可以用这个修补膏 或者修补器把它抹 然后把它逆瓶 然后它有一个这个小刷子 哇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这叫纱纸 可以蹭啊什么的 这个我真是第一次听说 故宫的乐米盒 正常是要装一些首饰什么之类的 但是在我这看 隐形墙钉 然后膨胀螺丝钉 然后万能胶 然后辅助贴 各种的螺丝啊什么之类的 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工具箱 真不错 不需要男人 真的 好 现在我们已经移步到客厅这个位置了 首先来到餐桌 之前为大家喜欢和赞美的最多的就是我的桌布 给大家特意再重新介绍一次 这个桌布是在两家买的 首先买的是一个这样的布 你看 非常的厚实 对 很厚 然后呢 上面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塑料的这个布 这个也比较厚 我买的是磨砂面的 就是如果你不要买的话 我建议你有买磨砂面 它有这种磨砂面 还有那种高亮的那种 高亮呢 它就是容易有水印 看着不耐脏 这个磨砂面的就比较耐脏 塑料的桌架和这个布衣的这个桌架都是可以定制尺寸的 一开始这边其实是放了两壶自如的那个瓷划 然后把它摘掉了 执意放了这个三个胳膊 也是我从我马上买的 就把一些日常要用的东西 比如说杯子呀 药吧 还有什么随手要用的 雅线什么东西都放在这个上面 这样就节省了我桌子上的空间 这样是家里来人 吃饭的话 你往外挪桌子 就不用收拾桌子上面这些乱七八糟的 这个和刚才那个我介绍的桌架都是一样的 都是定制的尺寸 跟大家说一下 我这次搬家都收到了什么侨亲礼物 首先这个 是波波送给我的开里德的相机 他说希望我每次家里有一些 比如说重要的朋友 或者是有一些非常开心值得纪念的事情 都可以拍一张照片 然后放在我的那个照片墙上 这个是王帅送给我的玻璃 这个也是他送我的 平玛丽 这个也是他送我的 他去马尔代夫带的沙子 马尔代夫的沙 这个是我交见哥哥去日本 去日本给我带的 他说第一眼觉得这就是我 必须买下来 这是我买了三四年的 买了三四年 总共用了不到四次 然后这个是加菲送给我的立直 是目前我所有的立直里 活得最好的 我最满意的 这生命力走往上 这个筐子 就是我在上个视频里说 我在宜家买丢了 其实不是个价子 是一个这种筐子 然后我就又从淘宝买了 然后已经收到了 现在就是我的这幅画 为什么从来没有人 说过这幅画 我已经在视频里 有意无意的提到过两三次了 就连欢姐送的画 他们都说 哇 亨利卢梭 怎么怎么样 为什么没有人说 哇 草剑 你收 大表姐好有品味 这话就掉了 我又买了强力的烧炼椒 然后准备到时候再沾一下 嗯 然后可能离不到这个位置 这是我以前买的 吸尘器加储满仪 你现在这个发型 特别高兴 不要吸这个地毯啊 这个位置 怎么说呢 头发吸不上来 但是一些渣子呀 什么之类的 是可以吸的 嗯 因为也有储满的作用嘛 换被罩的时候 会出流一下床被子什么的 嗯 然后 这就是我 买来毫无用处的甩纸机 现在也认识家里地儿大 要不然早复理 不 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观光 那个项目 每次有人来都会摘上去甩一下 然后这幅呢 是大表姐送的故宫一角 嗯 好看 这个长期67块钱 置物棍 还有这个 电视棍 也都是和刚才的那个鞋柜啊 还有厨房的柜子一起买的 都在一家 总共花了不到1000块钱吧 安装花了500 六儿还没有电动螺丝钩 好 让我们接下来就移步到 卫生间吧 卫生间感觉是双十一的大区域 是吧 对 今天要再介绍一下这幅画 对外头 哪像对外头 这个是惠惠送给我的 我也非常喜欢 非常的满意 然后挂在这 主要是比如说我一进门 然后或者是在餐桌的这个位置 都已经看见了 然后这个门帘之前也有被大家提问过 问链接是和桌布啊什么的 是一家的 嗯 来 好 我先给大家扫个代表选厨房的全景啊 卫生间的全景 哦 我说得啥 你说的是厨房 就让我们从这儿开始吧 这个架子是我在厨房的那个架子 买完那一套之后 又买了一个 看就是把这个架子上的位置给协约出来了 然后这个就是双十一买的 这个洗眼液 真是名洗眼液 我用过两次 这个东西我说不出好也不好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我买洗眼液是因为我是常年能要戴隐形眼镜 有时候化妆卸妆的时候 眼影啊 或者睫毛膏什么东西 会蹭到眼睛里头 所以我用它提一提 真有什么其他的功效 我觉得没用 平时还要多注意用眼卫生是最主要的 然后这个是去年买的水牙线 今年自从戴了牙套之后 基本是塞牙的东西不吃 所以就是平时刷牙什么就够了 这个是在李佳琪这位间买的润肤乳 我冬天对润肤乳的需求链 鸡子母 郁泽的身体乳 我觉得非常好用 就是味不太好 这个是我买的狮王的漱口水 之前我用的都是李诗德林的 李诗德林的刺激性比较大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喜欢在刷牙 还有硬漱口水的时候走神 我之前自己就吞过两次 李诗德林的漱口水 真的太痛苦了 那比喝70度白酒 那可真是难受上百倍 这个刺激性没有那么大 而且它很方便 你看这你打开 然后倒扫半个 然后一喝 这个是我最近新买的 梅蜜的一个香氛 洗完澡之后 我就把它吞在这个身上 然后你就会香香的被子 也会香香 这个味道的还挺好闻的 浪漫 绽放 香氛 这个是买了好年了 就是那个叫什么牌子 我忘了 不少使 这个是跟狮王的漱口水 一起买的牙膏 这个是李诗全的面膜 之前都介绍过了 这个郁泽的眼霜 是我 我忘了是买面霜还是什么 送的 我觉得很好用 我之前用的是那个 科研式的牛肉果的那个 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好用多了 戴科的这个防晒 我觉得也很好用 不油腻 好 让我们打开这个门 这是个柜子呀 天呐 你这好像一个 伊美的专柜呀 这个面膜好用 反正我觉得好用 飞洛加那个 对 上次就视频出来之后 大家觉得可能 他当时用完了这种 白的效果很强 然后事后他就退去了 我觉得这个反正 是我能接受的吧 我觉得还挺好的 然后这个呢 就是科研式的 这个白泥清洁的面膜 用了一次 然后它就是过一会儿 就会很干 所以我一般都是 这个用完了之后 会再贴一个 这种保湿的 对补水的一个面膜 这种清洁面膜 应该都会比较干吧 对 这都是双十一买的 送的一些小样 这个里头就全都是防晒 还有这个粉底液 这个是买的一个香氛送的 然后这些都是 光感小白瓶 美白的 修理可呀 还有那个偶类的 这个都是 就是INFSA的 还有威诺娜的眼妆嘛 然后这个是福利方斯 然后这个还挺好用 刺泡的这个夸底的 多尿酸 刺泡原液 我对护肤啊 美妆啊 其实没有什么研究 我胜在 我有一张中性皮肤 然后什么都不过敏的脸 而且我之前又胖 我说现在又胖 我没有什么皱纹 唯一最近遇到的皮肤问题 就是开始有一些长痘 最近受了抬头纹 有一些皱纹 我直接就从不护肤 跨越到了这种 医美护肤的这个阶段 中间用护肤品化妆品的 这个阶段 其实我不是那么太看重 所以买的都是一些 比较基础的 只要能保湿 然后让我脸不干什么 就可以了 重点就要介绍 郁泽的面霜非常好用 我现在在用这个面霜 这个面霜是 叫什么牛棒背润修护霜 这个牌子 好像叫样衣吧还是什么 这个是12送给我的 是一个医美的一个护肤品 也非常好用 就很保湿 每天用很多 然后但是它还不油腻 吸收的还很好 我前阵子不是去打个水光针吗 打个水光针之后 抹的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架子 也是我这次买的 这个架子买了之后 装没对准好位置 装破了 这不一放上 后来我把它拔下来 所以它原装的送的 那个双面霜那个胶 就废了不能用了 我就把另外一个 要装啥的一个胶 撕下来 就弄到这上了 然后那个都得就废了 总得废一个 这个一亩花甜的 磨砂膏我还行 半亩 对 半亩花甜的磨砂膏 我还比较喜欢用 这个是滋生糖的护发素 卡湿的洗发液 这都是去年买的 都没洗完 这个还挺好用的 这是在往一年前买的 这个牌子的一个 私处洗液 女孩子注意一下 日常这个东西 不要使得太频繁 就我一般基本上 都是在这种大姨妈之后 然后会用 然后日常什么的 主要也没有什么 其他的生活 所以不太需要 就日常清水就可以了 洗澡就可以了 这边都是什么 麻烫垫 要不用不上的 花嫂 这个就是一个水龙头 接到水龙头上 然后又有个这样的头 我给你展示一下 你看 接上这 这个东西接到这 就是你一调整 它这水可以从这出 然后你再转 它又可以从这出 然后它这会有一个吸盘 你吸在这 然后这个头就成熟了在这 所以说它的用处就是 发现 所以说它的用处就是洗头 对 它的用处就是这样洗头 或者是比如说你要洗这个池子 好几个头 哎 完美的错过了我那个 现在大家来到了我的次卧 就是我为我未来男朋友准备的房间 不需要男人 不需要男人 真麻烦 然后现在放的都是今天穿了一次 但是不能经常洗的衣服 比如说像什么羊毛裙子呀 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刷T买的被子 到现在也没拆 因为男朋友一直没来 然后这个就是朋友自己做的包的品牌 所以不管是我过生日 求签 结婚还是干嘛干嘛 永远都是送包 永远送包 但是就剩在这数量啥 咱就别挑了 是吧 小湘峰的小夸包给你安排上了 大概这样吧 这个好看 我今天说实际其实买了一些衣服 还有几件衣服没到 等我到了之后再统一给大家介绍一下 搭配 对搭配我今天买衣服 像我现在穿的绿毛衣什么 都是今天新买的 这个我觉得还可以 冬天杯什么的 这个特别像那个叫什么 cooie还是什么之类的 牛排的 还挺像的 其实搭这个绿毛衣还挑 也还行 好吧 谢谢哥哥 希望结婚的时候 不要收到铜款 收到的香水 收到的香水 你能用好酒 我都说我要每天才 然后这个是我们买的 去城市的洗脸巾 我比较喜欢使去城市的洗脸巾 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小盒子 刚在冰箱间 你们看到镜子后面打开 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小盒子装的 冰箱还挺好的 塑料纸的那种洗脸巾 就你用到一半以后 它就会容易就是老扯出来 然后很麻烦 觉得这个还不错 而且它上面有盖 就也就洗澡 或者洗脸什么的 也不容易被弄湿 好 结束了 那我们来到主卧 这一套床单对照真是可爱 这一套床品 我非常不悲仙 我近大概五年的时间里 我的每一套床品 全部都是 就是无印良品的那种布料 那种材质的 所以我可能已经睡习惯了 但是我老被汤圆他们说 觉得那根本不是女孩子睡的 四肩套 就都是要么黑色 要么灰色 汤圆是一个四肩套的这种 狂热爱好者 我受它的影响 就觉得要不我也试试吧 可能我离这种女孩子这种四肩套 相隔的时间太久了 感受一下 后来精心挑选了这一套 我最近健身身体就很累 就是弄被子什么很麻烦 要不是体力不是 我说啥 当天晚上就把它换了 我就觉得它硬 我铺的一直都是这种类型的 所以我觉得还好 它就是俗话说的那种纯棉的感觉 可能我睡习惯了那种 就觉得这种不是那么很亲疏 是 它这个是床单款 我不太喜欢 我非常喜欢就是那种床立款 这边把那个床给包上 就觉得立顺 这边就迷信了 这边就是请期待下棋了 这幅还有卧室刺惯的那幅 就是欢姐送的 可能也有朋友住自如 自如的话都是统一的那种 就是黄色 然后上面有一个担枝 就是我这次比较开心的去搬家之后 大家不要而同的都开始送我话 如果他们不送的话 我也是要把这些屋的话 全部换掉的 就是因为我妈有一次来我家 然后跟我说 毛丹你要把你床头上的这幅画换掉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看这个画上面就只有一个单枝的画 这样不好 搞得很像 你要把它换掉 我说 那要买一个 两娃儿捣鱼 看它那也行 哈哈哈哈 第二次搬家了之后 我跟我妈视频 然后说看这个房子怎么样 我妈上来就说 这画怎么还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结果大家不疑二红 就都全都送了我的画 结果就把这件事情 非常完美的给 办完了 然后现在自如的话 全部在次货的一个角里放着 等我走的时候 再给他们挂过去吧 好了 那我的新家到现在来 只就是真正的非常全面的 我认为已经方方面面 都给大家介绍过了 有没有一种 已经像来过我家一样 如果任何一个人 看过我的视频 然后下次 如果有机会来到我家之后 要找什么 请自己去找 不要问我东西在哪 我感觉你应该 东西里非常有数了 现在对于我来讲的遗憾 就是那个浴缸拆不了 正常的这个小区 是用天然气去烧热水的 但是它单独偏偏 把卫生间的改成了热水器 热水器的容量又很小 如果你要用浴缸洗澡的话 那只能用冷水 就是热水 大概也就到你脚踝吧 然后就没水了 拆浴缸什么的太麻烦了 最终我还是作罢了 其他的我觉得倒都还好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刚来我和这个房子 彼此之间不是很熟悉 气场还没有彻底的匹配上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我妹妹上一次来什么的 他们都说 觉得这个家 比我之前的那个家 更像一个家的样子 是还挺开心的 反正我自己住着也还不错 就是可能偶尔 过了12点之后 有一些网易人 老网易人了 因为现在可能大家 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档壳功率爆雷的这件事情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 也都有住在档壳的 就像最近的汤哥儿 他就是住在档壳 然后现在也要面临 不得不搬家的这个问题 他可能损失 没有希望一些其他的这种 租客这么严重 但是也要搬家 然后他也会为这件事情 每天都会苦恼 有的时候半夜 还在跟我们探讨 这个他到底怎么搬 怎么弄 然后怎么去处理这些事 我觉得特别能理解大家的心情 我在北京这么多年 这是我第九次搬家 我中间也是遇到过 很多这种黑中介 然后也遇到过这种 不良的房东 也遇到过半夜 被人赶出来 暖气片的水管 半夜爆了 然后把房子都淹了 押金要不回来 剩下的房租要不回来 什么所有这些事情 我都遇到过非常能体会到 大家当下的这种 难过的心情 因为大家都是打工人 都是北漂 来到这个城市 可能最重要的就是 还是要有一个安身之所 我不能感觉好像站着说话 不腰疼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 非常困难的阶段 但是还是要咬牙挺一挺 不管怎么样都要向前走 只要挺过去就好了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 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拜拜 叫我围绕个之王好吗 求你了 在我收听下的时候 我才不会害怕 这种东西 我这种东西 把你疼忍 ろう 也不过 不过